MING PAGE 準備離開蝦森去塔縣 不知為何有點捨不得 都挺喜歡這裏 剛剛來到 泊森西汽車站 這個師傅拉了我的行李箱 現在搭這個大巴去塔翼 先拍一下這個大巴 完了 買票 要房間 昨天辛苦苦去做的 邊防病是為了過關 買了票 要去這個中國的邊境 塔林浦爾干 帕米爾高原 邊境的檢查站 好可愛 反而邊境的檢查站 沒有塗得那麼熱 用普通行證 足尖離開中國 讓它或是白砂湖 就是白砂湖 真正的水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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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好美啊 好美啊 1745米,有冰川之父之稱的莫士塔格峰 山下面的克拉庫勒湖 真的好像仙境一樣 傳說還有水怪出沒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這個大花真的很近 因為是新的大 不成了 因為現在已經到了老懶的地段 不是吧 燈到... 把椅子爛掉了 但你這麼厲害 燈到胚囊 就爛掉了 我現在手要按住 然後就飛到地上 你看這輛車 地上全都熟透了 經過了崎嶇的車程 終於到了我今天要住的地方 青年旅館 旁邊就是景局 好像挺安全 清淚後花園很乾淨 有很多人的畫 這裡挺文青 剛剛放下了東西出來走一走 今天早上大概是10點左右就出發了 來到這裡已經是晚上7點了 這裡叫做塔十貝幹園 我們都會叫它塔園 以前一個古斯丑之路的邊境關口的地方 其實這裡也挺荒蕪的 這裡其實好像沒什麼人 哇 太陽花 雖然這裡感覺上好像很荒蕪 但上網看 他說這裡是治安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我是無懼地在街上走 還有這裡主要是一個叫做塔吉克族 族人住的地方 所以想看一下它的鎮 有沒有什麼特色的建築 堅定樓的 渡航 好像越來越荒蕪 渡航是沒有騙我的 但是是沒有人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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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鎮進去看看 嘩 嘩 是沒有開門的 還不是我走的路 咦 前邊 果然走過去看看 一個人在街上 漫無目的 這樣在街上走 還蠻舒服 咦 前面有個風車 是鷹啊 不是風車 嘩 這燈很亮 賣肉 賣水果的地方 剛剛那個老闆很好 他剛剛 我買泡 買奶劍 他說請我吃 我說不要 最後我是給他兩元 原來我阻礙了他收袋 哈哈哈哈 哪有些人阻礙了我 他收袋還請別人吃東西呢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這裡有些人 哈哈哈哈 陣醉樓樓排隊 買去巴基斯坦的車票 都不是很多人 這裡日夜溫差真的很大 很多 但一天只有一班車去巴基斯坦 所以一定要早點來排隊 要不是沒有票 要等明天 還沒開始買票 他都很厲害 排了第二個 由於我第一站是去巴斯爾 所以我買去蘇斯斯的車票 非常順利地買到 225元就可以去到巴基斯坦了 然後和一些中國朋友去喝豆漿 吃油條之後 就要暫別中國了 再拼車出發去紅旗拉布口岸的海關 一到步就遇到位巴國的男子 不斷想幫我拿行李 但是我就禮貌地遠距了他 唉 到了通關的口岸了 我巴基斯坦的關的人 是很多 拜拜了中國 順利過了境 比我想像中容易 現在就等大巴 坐車過巴基斯坦 排隊 排隊 很多人 其實這裡的人都很友善 不知道為什麼工作人員 不斷叫中國人先上車 我覺得不公平 所以我就走了去排隊 誰知道巴國男子 不斷說Lady first 最後我也是先上車的 上了車了 是一個 有得睡 有得睡 有一個 都有上下的位 後面的人都還沒上車 剛剛一坐上來 已經有一些麵 餅乾碎 在椅子上 那裡 但是 坐得這些大巴 就 沒得想太多了 但是 聽聞沿途的風景是很美的 也挺期待 遇到很多巴基斯坦的人 我覺得他們很紳士 排隊又會Lady first 你知道我不是那些會衝過去搶著 去塞行李進去 我覺得其中一些巴基斯坦的人 就馬上拖著行李 就塞進去大巴 我覺得很有事 但最後他就拿了我的WeChat 希望不是有居心的 踏上314角度 正式向著紅旗拉布 口岸進發 整個車程 我有的食物 只是一粒肚子 誰知行車途中 那些巴國男子 互相分享他們的餅乾 曲奇等等 又不斷遞給我 因為我太肚餓的關係 我也不客氣 拿了一點點來吃 真的覺得他們很nice 而坐在我旁邊 就是一對巴基斯坦的年輕夫婦 他們在中國讀大學 所以不斷跟我分享一些在中國的趣事 坐在我前面的這位小妮子 因為有人帶出學發臭的東西上車 令到整架車都有一股臭蛋的味道 他立刻發爛 叫人拿回一箱東西下車 真的不惹小 準備經過世界上最高海拔 達4733米的紅旗拉布口岸 立刻全車人一起歡呼 剛剛到了巴基斯坦了 踏上N35克拉昆倫公路 穿越中花兩國 心裏有一種莫名的欣喜 難怪它叫中巴友宜公路 現在是中國時間 差不多六點 都覺得整個車程很舒服 而且很開心在車上 認識很多泰斯坦的朋友 前面有很多中國的朋友 其實我們一直在上面 都不斷聊天 都是很歡欣的 在這裡很開心的經驗 雖然客拉昆倫公路 被稱為世界上最險峻的公路之一 但由中國到巴國的這一段 我又覺得OK 整個車程大概是七個小時左右 就來到巴基斯坦的Solst 已經到了Solst 這裡是可以換錢的 但兌換率比較高 千萬不要換那麼多 要不然就像我一樣 被人舉到一頸血了 一來到巴基斯坦 就遇到好朋友 Hi say hi to the camera 這個就是在簽證那邊做的果仔 後面呢 這位是Michelle Hello Michelle就是我在車上認識的 中國的朋友 Hello 來到巴基斯坦的感覺真的很好 很好一點 到Solst的地方 先吃點東西 感覺好像也不錯 這間餐廳也算乾淨的 但是來巴基斯坦第一樣吃的東西 竟然是中國的炒麵 但想不到也可以 他們回來接我 他們還幫我拿行李 我們就是坐這輛車了 去Passo 他們是特意吃完飯之後回來接我們 我覺得有點太好了 一家大小的 好可愛 我現在想移動他們的車 給他們的肌肉和Michelle一起 I hope you are comfortable 他們還特意停車買汽水給我們喝 怎麼不舒服呢 而這家人就是我在車上認識的 巴基斯坦夫婦的家人 他們真的很好 感謝你們的天使 巴基斯坦的風景真的很特別 山和河流都是灰色的 而由Souls去Passo的車程 都不需要一小時 很快就到我的客廳了 第一晚在客廳 不是上九點門 一來到就停電了 所以我們就要開電筒吃飯 這是客廳的老闆 雞皮和啤酒 一鍋子和一鍋子 一鍋子 一鍋子 你需要雞尾酒 一鍋子 OK 謝謝 這是你 哇 很豐富 這是咖哩雞 有些薄餅 有些青瓜 還有粉 好 開動 終於有電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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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晚上十點了 從出發到現在 都大概用了十四個小時的時間 但一到巴基斯坦 就感受到他們的當地風情了 停電了 幸好我客廳的房東阿巴非常友善 所以也是一個挺溫暖的夜晚 下一集巴基斯坦的旅程要開始了 大家記得留意我100日唱遊機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先走了